大家好,我是飞飞,今天是2月6号,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疫情相关的消息 那首先呢,伴随着疫情感染数字的下滑,全美各地口罩令持续松动 今天最新的消息是纽约州长霍楚宣布纽约州市内口罩令将从周四开始正式撤销 不过呢,有一些场所除外,分别是公立学校,以及游民收容所,医疗健保中心,公立养老院,托儿中心和 城教署等州府监管的设施,这些地方的强制口罩令将继续生效 另外呢,如果大家居住在纽约市的话,那么仍然需要遵守室内口罩令 比如说在纽约地铁就仍然需要佩戴口罩,因为纽约州是允许地方政府和企业保留自己的规定 但是呢,一些纽约市的商家是自己决定不再强制要求客人戴口罩了 比如说我家附近的一些健身房,在上集体健身课的时候,现在已经不用佩戴口罩 那伊林诺伊州今天也是宣布会在2月28号取消该州的室内口罩令 但是在学校、医院、公共交通等室内场所还是需要佩戴口罩 除此之外呢,我们前两天的节目也和大家聊过 在康州、新泽西、特拉华、俄勒冈等州都是陆续宣布解除了强制口罩令 尽管CDC其实并不推荐这样的做法 按照CDC的标准,如果一个地方每10万人当中有超过50人感染 或者是阳性检测率超过8%的话,都应该佩戴口罩 那全美99%的GIN目前都高过这个比例 那说完口罩令,我们再和大家来聊一个有孩子的家长可能比较关心的话题 那就是儿童疫苗 当前美国CDC的规定是4岁级以下是不需要接种疫苗的 5岁到11岁推荐接种两针辉瑞疫苗 但是他们的剂量每针是10微克 比成年人每针的30微克要少 那如果是免疫系统受损,有基础疾病的 可以再来一针加强剂 而12岁到17岁的话是接种两针辉瑞疫苗 但是他们的剂量其实就和成年人是一样的了 每针是30微克 之后呢还可以再接种一剂加强剂 而18岁或者是以上的话就可以选择辉瑞或者是莫德纳 那么今天的最新消息是 针对4岁级以下的婴幼儿的新冠疫苗已经在路上了 FDA虽然还没有最终通过辉瑞的这款疫苗 但是各地卫生部门已经可以开始向CDC预定了 CDC预计将发放1000万剂 2月21号第一批就能到货 婴幼儿新冠疫苗的剂量呢是更小了 只有3微克 并且只能针对6个月到4岁的婴幼儿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家长们愿不愿意给自己的孩子打呢 当前儿童疫苗接种率是远远低于成年人的 因为很多家长都担心副作用的风险或者是觉得没有必要 对于5岁到17岁的儿童 打完新冠疫苗最显著的副作用就是心肌炎和心包炎的病例 当然这部分的比例是非常小的 一份研究表明每100万12到17岁的青少年 只有54例一周之后患上了心肌炎 而临床实验当中5到11岁的没有出现心肌炎的病例 卫生专家认为对青少年来说 感染新冠之后的风险还是要高过接种疫苗的副作用带来的风险的 那5到11岁儿童现在前十致命致死的原因就是新冠 感染新冠的儿童可能出现严重的并发症 那些本身有基础疾病的儿童感染之后 重病的风险更高 那现在FDA还没有公布针对5岁以下 婴幼儿新冠疫苗的副作用数据 那预计呢这个年龄段的疫苗接种阻力会更大 之前德国就有幼儿和青少年医学协会的主席说 没有必要给婴幼儿接种疫苗 所以说家长们的判断肯定是要接下来看FDA公布的 关于副作用的数据 以及对于副作用和患新冠之后 婴幼儿们产生的反应 这中间的权衡了